內地的開發商《Night School Studio》 Netflix 收購 Accent Free 的開發商《Night School Studio》 成為第一個加入 Netflix 的遊戲工作時候 推出了新作《Accent Free 2 迷途訊號》 新作有著與前作相同的世界觀 但故事主角從青少年換成了 30 多歲的女主角 Rally Parvelli 在返回家鄉原本異星藍山的她 卻有了出乎意料的發現 因為小鎮卡梅拉突然出現異常電磁波 干擾了這裡的寧靜 我們要跟著 Rally 小心翼翼的解開一切的謎團 遊戲一如往常的可以在地圖上探索 並透過持續對話交談發現新事物 這次新增了無線電對講機 讓我們可以隨時切換頻道 來跟其他人進行溝通 對方甚至可能因為交談 而獲得了生存的可能 遊戲一共設計了 52 種結局 一切就看你的選擇跟造化囉 就是新增長電視 周小鎮卡梅拉突然有創作 A返回家鄉原本異星 全球電視 絡條文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